希望你们要意识到你们的兴趣比你的信誉更像欲望 或者说你要发展你的欲望 在你的欲望当中重新尝到你的这个欲望的滋味 欲望的滋味 重新尝到那种魔震的陷进去的滋味 然后你要或者当你有爱情的时候 我希望主要支配你的不是信誉 支配你的爱情的不是信誉 支配你的爱情的是对于那个人的兴趣 对于他的好奇 或者说对于他的仰慕 或者说对于他的那种认同认可 觉得这个人很有趣 好有意思 我希望支配你的爱情的是这个东西 而不是下面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可以有 但是它是副产品 它是副产品 明白吗 同样的 同样的你如果有友情也是一样的 希望不是你们都认同你们是那种男权享乐者 都自视是男权主义的享乐者 然后你们就有那种共同去 三大铁 人生三大铁 最污浊的那铁 然后有所谓的这种友情 我希望你们的友情不是这种东西 我希望你友情也是建立于兴趣 你们有同样的兴趣 明白吗 你们有同样的兴趣 或者说你们都受到同样一种欲望的折磨 也受到这种兴趣当中的某种欲望的一个激励 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激励 我希望你们有这样的欲望 我希望你们的那些同伴不是他妈的一群 一群男的一天到晚在那边取笑女的 或者是在那边讨论自己有几个性伴侣 或者说什么是这样的一群 就货色 远离他们 然后你自己要有一个兴趣 要有一个兴趣 这个兴趣 哲学 政治经济学 军事 历史 whatever 它能够引发你的欲望 这个欲望一定要 也要导向现实 由于它是个欲望 所以它一定会 你要看到你的那些抽离的这些兴趣当中 你的抽离到 从现实生活抽离的兴趣归根结底 它是要指向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你要突破 突破 种种枷锁 现实的突破 种种枷锁 现实突破 钱的枷锁 你的权力的枷锁 家庭身份 家庭这种 父母对你的控制 宗族体系对你控制 这些枷锁 你能突破它 把你在你那种兴趣当中的那种 那种欲望 能够引到现实当中来 你不能学历史 觉得什么 什么 什么 觉得那种什么 王猛这种人 就都在品评他 但是你在现实当中 就像那个渤海小利 他把他写的文章里面 品评这个英雄 点评那个 那个那个名称大将 现实当中 就是一个奔走小利而已 令人不迟你知道吧 就你不要 你的那个历史 你对于某个抽 抽象位面的那个兴趣 你要把它作为欲望 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就意味着就在现实当中 要突破枷锁 突破枷锁 比如说你有历史兴趣 那你就永远 你就 你就做个在野的 就我偏不为 偏不为 五斗米则要 你又不是做到 就这么简单 就这个东西呢 你要就是一旦他成为欲望了 他就会导引向行动 他就会引向行动 他成为真正的一个 循环起来的欲望 他会引向行动 他会让你有一个视角 去看到真正的现实 所以我觉得这些 这个像渤海小利这种 什么他有一种 所谓的历史兴趣 他其实他并没有历史的欲望 这些人缺乏历史的欲望 他缺乏把自己的生命 历史化的欲望 他只是在旁观历史 所以他真的并不爱历史 他也不爱他的生命 我觉得这家伙只是爱钱而已 或者是想要有一点出名 或者说他也生存焦虑 他并没有一个历史化的欲望 这个欲望是很稀缺的 这个欲望是非常稀缺的 一方面这个欲望是稀缺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能够把这个欲望加以克制 服从于更伟大的理想的这种克制 是更稀缺的 能够克制自己 要将生命历史化的欲望 然后而去追求某个现实的理想 现实的共同体的理想 这个是更稀缺 那么有这个东西 也就是二流人物 有下面这个东西 也就是一流人物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三流人物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三流人物 如果我们要讲的话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一流人物 二流人物 三流人物 我基本上是围绕着他 面对历史的欲望的姿态 来做划分的 如果他根本没有这个欲望 那妈的就是三流人物 他的欲望只是 做小自然人物就露点钱 或者露点小名气而已 他有这个欲望 这个欲望很强烈 并且不停的去做 那他是个二流人物 他有这个欲望 他还克制这个欲望 他还克制这个欲望 那他是一流人物 一流人物 或者我们就知道 他是风流人物 他是今朝风流人物 这么这么一个一个划分 这个三流其实就是不入流 不入流 不入流 他只是他嘴巴上说 他是跟历史相关 关心这个军政大事 关心这个 但他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人 不入流的人 好吧 那我这个东西呢 也给你们补充了一下 这个五分钟的视频 我会另传 另传 好吧 那你讲到这边 那你讲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